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在2007年的12月8号 那一天我们在开山寮 那一天是礼拜六 那一天师傅早上其实还蛮早起来的 那七点师傅他就开始在用早宅 那用完早宅之后 师傅非常高兴 那七点五十分就出门 要去做法谷山的水路食坛巡礼 师傅要去美坛走一走看一看 那出门之前 我其实身体也伪样这样子 不是很健康 那可是师傅还是很高兴 他非常高兴说要去看 我们第一届水路的布置 不断的去受着师傅这样子的 眼形的这种感召吧 让自己觉得非常的惭愧 师傅这样子为法奉献的这种行李 还是不断的 我们在身边的这样子的事者 不断的受他这样子的感动 所以师傅才讲说 法慧就是与法相慧 让我们的内心呢 能够真正的透过诵经 透过集体的共修 让自己的心能够熏习佛法 让自己能够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安定 所以师傅说我们法谷山的这种水路法会 一定有具备有禅修 关怀跟教育的功能 法谷山水路法会的特色是大悲兴起 那所有的菩萨在从大悲兴起的时候 能够真实的从身、口、意、山方面来投入修行 这也符合了我们法谷山禅宗道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禅修元素 敬语以及色心 所有的菩萨在这八天七夜之中 就如同打了一个禅气一样 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向内收射 收射在经教上面的仪轨 收射在这个教法上面的实践 学路法会在汉传佛教里面 它是一场最盛大的一场法会 那为什么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法会 因为汉传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 都在这场法会里面完整的呈现 所以这场法会参与的人 从古至今就是非常的多 以法谷山来讲 每年参与这个法会 来到现场的都是好几万个人 那在护国人王经里面这样的告诉我们 其实人心乱鬼神就乱鬼神乱 这个世界就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的事情 那正本清源就是根本之道 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心能够怎么样安定下来 其实这就是我们办水路法会最主要的重点 那法谷山办水路法会 其实到现在已经第八年了 除了每年上山来到法谷山这个地方 是好几万个人 我们想尽办法要把水路法会 其实从法谷山走出去 我们希望可以走到每一个信众 最方便一起参与共修的地方 他的家里或者是他 就是我们的分院或者是分处各个地方去 只要距离他最近他愿意走出来的话 都有一个地方不见得一定都要来到法谷山 那这几年从第三年运作下来 我们很欢喜的一点 法谷山的水路法会 其实已经走到全世界去了 每年跟我们一起参与共修的 有三四十几个国家 而且跟我们一起共修的人数一直在增长 一直到今年 其实参与分处 报名分处共修的点 全球已经高达三十二个点 我想法谷山的水路法会 正以务必相和的速度 来漂洋过海 我们希望有你的地方 就有法谷山水路法会 有法谷山水路法会的地方 就有人心安定的地方 人心安定 其实这个世界就能够更平安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让我们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样能够更平安更祥和